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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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专家为我们进行监督 在新中国成立后 党内监督的体制机制更逐步健全 1949年11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到1950年底 全国大部分地县级以上的党委 已经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5年 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代替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而与纪检相伴的另一个词就是监察 两者既有关联又有不同 纪检指的是依照党章党规党纪监督职绩问责 监察则指依照宪法和监察法监督调查处置 但两者都注重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 历史上 主管监察工作的部门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设立 此后名称随着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有所不同 2018年3月 国家监察委员会诞生 作为中国最高监察机关 它由全国人大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 在机构性质上 监察委员会是国家机构 纪律检查委员会则是党内机构 在监督范围上 监察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 纪律检查委员会则重点针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此后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我们请专家继续为我们解读 国家监委成立后 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 中央纪委同国家监委合属办公 例行纪检 监察两项职能 执行一套工作机构 两个机关名称 这一改革把执纪与执法有机贯通起来 保证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五份衔接 同项发力 形成合力 实现了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广义政府的转变 可更好地对前提党员和公职人员进行前方位前过程的监督 更好地把前面关进制度的拢主